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呼吸着不同的空气 但有着共同的获养规律 我们在空间上各自未盈 但在呼吸上互应相通 我们都是个体 但我们何气共存 我是沈伟 我从事编舞 绘画 导演歌剧和艺术短片 我通常为自己的表演作品做设计 包括服装 不仅灯光等 以前自己也常常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作品 但现在因太忙 也没有尽力去保证一个舞者 所需要的时间去训练 也就很少上台了 我生长在一个艺术氛围的家庭 我从小自学中国工笔画 九岁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 学习中国传统戏剧相聚六年 毕业后成当戏剧表演演员四年 在1984年 开始学习西方的绘画 进入学习壁画和油画 1989年 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舞 1991年 作为第一批舞者和编舞成员 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现代舞团 广东现代舞团 在此期间继续创作舞蹈和绘画作品 1995年 获得美国的 Ivan Nikolai Mary Lewis Dance Lab的奖学金 赴纽约留学 出国后的前五年 在纽约继续学习 创作 舞蹈 绘画和电影作品 2000年 在纽约建立了自己的舞团 神尾舞蹈艺术 同时开始在国际上 展演自己的艺术作品 包括舞蹈和绘画 这个展览呈现了 我抽象绘画四个阶段的一些代表作 和三部艺术短片 以及手稿文献和舞蹈作品的录像 从小我就喜欢很多艺术门类 开始学习画画和中国传统戏曲 一直到后来的现代舞和电影 回想起来 这也许与我学习中国传统戏曲有关 因为中国戏曲 它包含了很多艺术形式 有唱和音乐 有舞蹈和动作 有戏剧表演和武术和杂技 也有中国古典文学和戏曲 特有的表演形式 以及它的审美和情感 我喜欢在绘画里 呈现出有生命的 有动感的舞蹈元素 也喜欢电影里的戏剧性 和视觉的张力 能够在舞蹈作品里的呈现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和事物 影响到我的创作和成长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片云彩 或者是一束光 又可能是一堆脏乱不尽的积蓄 但你仍然要去打开你的感官 层中发掘它的色彩 和悟出一些道理 这样万物都可以启发你的灵感 和让你思考它背后的智慧 我喜欢不同文化背景中美好的东西 以及它能感染我的东西 我会很主动地去探讨那些 是什么在吸引着我 这些很多也集中在好的博物馆里 不管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我都会努力地去学习和掌握它 再与我个人的经历 去创造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成为我作品的基因 这个博物馆让我再次去思考 我常常思考的事情 历史与文化 生活与艺术和大自然的关系 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力量 我在这个博物馆里 创作了两户画 它们带有一种历史性 同时拥有一种新的生命力 这两幅画的名字为 玄南色第六号和第七号 在创作时 我也联想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代绘画 这部影片是我根据 这个博物馆的空间 历史、产品 以及我对西方文化历史的 一些联想的一个创作 它联系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 激情的精神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旅途中 与我个人思想的对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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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